庆祝九九重阳节 佐齐乡公所16号上午邀及了 乡内有六个文件站及部落长者 共同来庆祝重阳节 除了歌舞表演 现场还有免费液剪及按摩 让长辈们好好舒缓筋骨 由于佐齐乡超过90岁以上的人 只有六位 乡公所特别礼遇尊荣 其中最年长是 现年101岁的林正妹 她很开心很欢喜 也祝福大家健康长寿 佐齐乡志工团姐妹们 台上带动唱表演 台下阿公阿嬷也跟着拍手 舞动气氛热烈 佐齐乡公所今天在 佐齐国小风雨超场 举行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节庆祝活动 乡长吕碧贤带领公所客室主管 乡代会以及各村村长 用歌声向台下长辈致意祝福 并且准备了一个大蛋糕 由高龄90岁以上的长者代表 一起来切蛋糕 现场温馨热闹 根据乡公所的调查 佐齐乡民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 平均余命都低于标准 也使得高龄80岁以上的人口 如凤毛铃爪少之又少 因此对于六位各村 唯一超过90岁以上的长者 乡公所可以说是特别尊崇领域 其中最年长现年101岁的林正妹 开心欢喜地祝福大家健康长寿好生活 相较于其他乡镇长亲自道府 治政重阳敬劳礼金 昨日乡长吕碧贤 反而借着活动的办理 让部落长辈走出家门 来到活动会场 欢聚一堂 与老朋友相见同乐 看见部落长辈们 欢聚在一起脸上堆满了笑容 与活力 乡长吕碧贤 行为地表示 这才是布农族 敏弗米桑的祝福 乡镇他们都直接到家里放 我想不要 我们要见面 去年来的 今年不一定可以来 因为他另外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 马上不见到 马上一定把三个堂 敏弗米桑 对不对 敏弗米桑就是好好的活下去 主持乡公所今年举办一年余度的重阳节庆祝活动 邀请乡内65岁以上的长者共襄盛举 除了歌舞表演 现场也有免费益剪与按摩 让长辈们好好舒缓筋骨 而乡公所也借着每个月一个主题活动 让乡亲民众部落长者 马上不相聚 祝福米桑米桑 记者是玉兰 主席采访报道